柯文哲 搭上壯游台灣巴士 民眾黨總統參選人柯文哲 啟動與哲通行環島計畫 只是未來這輛咖啡 輔選列車在藍白拼立委席次最大化下 有可能去幫滾倒立委 參選人輔選嗎 其實三級完全沒有衝突 沒有問題 我覺得這個機會不大 所以我當時跟他講說 如果萬一有一席兩席出問題 那如果是小於5%的 那我們就視為說是常態 不要求是百分之百的 不可能百分之百 光是同為北市文山區的立委參選人 藍白就都意志堅定 打死不退 事實上我們也不太理解說 要是如果說這個要讓 要怎麼去讓 如果台灣民眾黨的區域立委的話 如果我們還要讓出的話 那直白說好了 那台灣民眾黨基本上區域立委 這部分就等於我們就關門了 這個只要一個選區裡面 有藍白的候選人 大家民調決勝負 眼看藍白至少八區立委 照樣火車對撞 朱立倫的堆疊善意 黨內英派看不下去 批評根本是糟蹋侯友宜幫 柯文哲坐駕 陪上整個黨 更何況朱立倫以黨為出發點 強勢壓陣 接管兵服 讓以侯為出發點的金普聰 不得不退居二線 金老師在我們選辦 永遠非常重要的關鍵角色 共黨所有的夥伴們 跟選辦的夥伴們 每一個人都是同心其力 面對這場選戰 在一個團體內 一定有主戰組合 各種意見都有 不要為了政黨利益 犧牲國家利益 在這個原則下去思考 我們台灣民眾黨 一定會堅持這個原則 至於其他黨 我們只能受期望 期望他們能夠 堅守這個原則 朱科會後的四項共識 隔了一天 依舊是沒有共識的共識 今天我們黃軒馬恩凱